来 帮帮接一下 店里拿回来的锡子 还有一大堆猪肉 买这么多猪肉干啥 不是买的 你知道谁给的吗 谁给的啊 大姐给的 他家养了四头猪杀了 然后给咱们爱家分了点肉 等一会我把它切成小块 放备箱冻上 先让大成了把厨房收拾手 这爷俩刚吃完饭 我也是刚从店里边回来 你干啥呢 把我们家这药箱 在手里面 我叫做饭乱 昨天晚上我们吃的烤羊排 今天清理起来多少费劲的 那个事就交给大成了 我干点轻松的 装了满满一盒 这些是过期的得扔掉了 厨房已经收拾干净了 开始切肉吧 你切还是我切 你切吧 你刚打切我就打切 你按着自己的想法切 四段玩意儿 看看我家冰箱里边 还是挺满的 哎咱们留一块明天煲馄饨吧 瘦一点的 瘦行 我咬了不行吗 你想吃馄饨 哎呀 第五个十多鸡 这块肉就够我家过年吃的 我拿点孔的 这样切一块一块 直接装袋就行了 那我先你做 我俩就干嘛留着切了 你这是这么过程吃的钱 这块肉的包肯定是够的了 这块啊 嗯 把这块瘦肉跟这一小块 留着做馅 明天煲馄饨吃 其他的就给它放到冰箱里 其实我们家吃猪肉吃的不那么多 这些都吃到年后 吃到 夏点就说不定 然后到冰箱吧 冰箱里满了 吓人吗 看去不动力了 大鹅哪天都 行了 应该那个地方就够了 这是牛肉 还有羊腿 下面大鹅 鸡肉 然后这个底下还有牛肉 蔬菜啥的 今天你们公司能不能发足肉 不到 这么一口冰箱又满了 咱不完事 接下来的事就交给他了 来个山杂罐头 最近这段时间老是黄桃的了 换口 哎 嗯 我明天休息了 你啥时候休息啊 我还有三星期的 那我明天逛街买新衣服去了 嗯 去吧